夫妻不和 家必衰败 我有一个心同事 她每到节假日就开始纠结 到底要不要回家 不回吧 羡慕别人都回了 可回吧 她类心又特别的排斥 这个事情令她非常痛苦 之前我很不理解 回家应该是一件高兴的事啊 她怎么会排斥痛苦呢 然后我就问她 为什么回家会这么纠结 她跟我说 小鹏老师你知道吗 我从小对家庭的印象只有痛苦 尤其是我爸爸妈妈 在无休止的争吵当中 我都会痛苦到 恨不得离开这个世界 他们几乎每天吵架 哪怕只是为了沟通 今天吃什么 也会因为意见不合 而互相的语言攻击 爸爸通常就是 一边骂骂咧咧 一边摔骂而去 而妈妈呢 则是一个人在家里 狠狠地哭一顿 每次看到这样的场景 她说我真的非常痛苦 那个时候我能逃去的地方 就是奶奶家 每次我哭着去 就会惹得爷爷奶奶 一起跟着上火 尤其是奶奶 经常会被气哭 甚至是气病 我听了她说这句话以后 我真的好心疼她 家明明是一个温暖的地方 可对她而言 却不是 她说她和弟弟 为了逃避这种生活氛围 干脆不怎么回家 有时候是连过年都不回去 时间久了 家的味道就淡了 如今她家里人都在 却每个人都活得像个孤儿 无依无靠 全靠自己打拼 连个退路都没有 她和弟弟呢 也根本不敢结婚生小孩 因为他们就觉得 人生太苦太难 不要再让一个小生命 来到这个世界上受苦了 我知道很多很多的人 一边自己在拼命地 扛着父母 带给他们所有的苦和怕 一边呢 又被父母催婚催生 催一切 这样的人最渴望被爱 却又不知道怎么去爱 最希望有个家 但是却又根本没有能力 成立一个家 一个家族 就因为一对夫妻的 不好好相处 硬生生地被断了带 有一些原生家庭不好的人 就算鼓起勇气 结婚生子了 可依旧因为 从来没有接受过爱的教育 两性相处的教育 又会重演父母的故事 然后毁掉自己下一代的人生 夫妻不可毁三代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 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 你忍心你的孩子 是那个用一生去治愈童年的人吗